把一路北辰守下来了的实习生小白 顾初 刚上的就碰到了棘手的二子 行贤杀人事件 初步锁定嫌疑人为四名 1.顾思 萧雪死亡淡天雨期发生争执 不在场证明是醉酒被摄友带回 2.白冬 被选后一直纠缠萧雪的前男人 不在场证明是在家看球并可演 3.乔云霄 死者生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 不在场证明也是醉酒 证人是痴情女孩笑笑 4.刘继强 萧雪的前任 顾思与萧雪争执的源头 不在场证明竟然是个按摩女 吃了药 然而把网恢恢 前一人的伪造证明 最终还是被识破 白冬很有可能 在这伪造了跟大家一模一样的情长 凶手落往后却说 萧雪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他杀了我弟弟 凶手虽然对杀人罪行固认不本 却声称没看到萧雪的情 于是刚刚摆脱前遗的刘继强 又一次回到警方实现 为了雪藏大体情和她是琴前上的血迹 她拼命与其荒舟制斗 结局当然是被抓捕 但是琴上的血迹并非萧雪的 刘继强家中为何会有香油白冬弟的江丁牙齿的话 萧雪暗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想知道独家剧兽 对不起 没有 继续锁定用护士苹果知道你的秘密